随着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引发越来越多监管呼声 白宫5月4日宣布了其首个遏制人工智能风险的举措 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拨款1.4亿美元 用于新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政府还承诺为政府机构发布指导方针方案 以确保对人工智能的使用 保障美国人民的权利和安全 几家人工智能公司已同意在8月的一次网络安全会议上 提交其产品一共审查 在公布这一举措几个小时之后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其他政府官员 计划会见谷歌、微软、OpenAI和初创企业 Anthropic的首席执行官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3日表示 白宫计划让这些公司确信 他们有责任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俄罗斯外交部5月4日就俄罗斯总统官邸 克里姆林宫遭遇恐怖袭击一事发表声明说 坚决谴责3日利用无人机 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企图 指责乌克兰长久以来 有意识地利用恐怖主义方法 来袭击民用设施和平民 例如2022年10月8日 克里米亚大桥的爆炸等诸多破坏行为 声明说 目前俄罗斯侦查委员会 已经对这一由政府部门下令 给平民带来伤亡 以及财产损失的犯罪行为 进行立案调查 尽管俄罗斯认为是乌克兰所为 但乌方第一时间予以否认 另一方面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 3日曾指出 美国正在包庇乌克兰 对此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科比表示 美国在无人机袭击 俄总统官邸克里姆林宫的事件中 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美国既不鼓励 也不允许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外发动袭击 美国政府官员不确定 谁是这起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 但正在努力收集更多信息 共和党居多数的德克萨斯州参议院 近日通过法案 赋予州长埃伯特首开先例的权限 得以推翻全州人口最多 休斯顿所在地的哈里斯郡选举投票结果 2022年选举期间 哈里斯郡某些投票所发生选票不足的问题 德州参议院提案当中 也对主管机关官员做出惩处 根据法案内容 如果哈里斯郡再次发生选票不足的问题 选票缺少比例超过2%以上 投票所超过一个小时 没有选票可用 埃伯特任命的州务卿 便可宣布全郡重选 法案起草人之一 共和党籍德州参议员米德顿 希望可完善选举 但民主党籍州参议员则说 共和党提案的目的是 希望落实前总统特朗普 前任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雷克的主张 创建能够推翻选举结构的管道 哈里斯郡长期以来政治立场倾向支持共和党 但2020年总统大选 民主党得票率将近56% 埃伯特与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克鲁兹的连任选举 在哈里斯郡的投票结果都造讽失败 法案接下来将进入同样也是共和党居多数的德州众议院审理 预计 国关希望极高 定于5月6日举行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典礼在即 英国国家统计局3日发布最新分析称 近来包括加冕礼官方指定菜肴 乳蛋饼在内的众多商品价格上涨 切达干烙、鸡蛋、奶油的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42%、32%和15% 这意味着民众按王室食谱自制乳蛋饼可能并不比购买超市里涨价21%的现成品便宜 据估计英国纳税人将为国王的加冕典礼支付数千万英镑的费用 然而英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物价令许多英国人对这笔费用颇有微词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分析结果显示 截至今年3月 英国已有95%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在过去的一年里急剧上升 并在今年3月超过了10% 而3月的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再次刷新45年来最高记录 且目前无回落迹象 3月10日第五月 推测消息